半径15 OK ENTER 然后呢就把这个地方 1 2 3 4个 OK 4个之后的话呢 那我们就按空白键 最后的话按个 ENTER 好那这个部分就做出来了 所以左半部的部分OK之后的话 再来就做右半部部分 右半部部分的话呢 我们前面的部分是一个 突出来这一块 实际上我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方块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就找到这个方块 然后在前面的部分画一下 OK 然后它的尺寸有多少 小老鼠 小老鼠多少 小老鼠 嗯 这边有70 刚刚有算过啊 70 斗点 嗯 70 30 斗点 50 ENTER OK 好 接下来的话 我们画出之后的话 再来做什么呢 再来做它前面的圆角 圆角部分的话多少 圆角 R ENTER 25ENTER OK 然后呢 在这边的话 选第一个 OK 一个圆角 然后两个圆角 OK 然后再按空白键 最后确定的话呢 按一个ENTER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把前面的做出来 前面做出来之后的话呢 那接下来在做什么 做这一个旁边的耳朵 耳朵部分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在旁边先做 那先画两 先画底部好了 底部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给180度 这边的话总共就是它的长度部分呢 因为它的半径是20 所以呢 我们就画20ENTER 然后折过来之后 用那个极座标的话 看到虚线的时候再 20ENTER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用什么呢 这地方用那个绘制里面的 弧 那我因为知道起点跟终点还有什么呢 还有半径 对不对 起点、终点、半径 然后呢 起点、终点、半径 记得哦 虎一定是逆时针方向 这个2D里面讲很多次 然后呢 这边的话 1 逆时针 2 然后大家一下 有没有 先要看到它有虎出现之后 再输入它的半径为20ENTER 这样的话这个虎才出来 那这个是2D的 如果你2D不太熟的话 这地方可能会卡住 再来的话呢 把它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 挤出好了 挤出部分的话呢 选一下这个 OK 空白键 往上多少 挤出16 OK 高度16ENTER 好了 之后的话呢 再来你怎么样呢 把它再切 切成那个 呃 直接切到 再 啊 这个 会有问题 为什么 因为它是 它不是一个灭玉 刚刚的地方 要把它做成灭玉 再挤出 或者干脆直接按拉好了 用按拉好了 按拉比较简单一点 16 直接高度给16 OK 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你会发现这个 按拉就会 比较单纯 但是它会残留 它会残留什么 它会残留那个 2D的部分 那没关系 等下把它搬过来 那搬过来的话呢 我可以直接用 再用2D线 把它找到这一条线的中央